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全红9807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小孩大战张也希 那么这场比赛是前段时间打的啊 比较精彩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里小孩用克里斯手发对抗张也希的雅典娜 雅典娜抓住一针破绽 胜团上天 哦啊 碰黄之间很疯狂的就连上去了 cd接波 波接cd 今天张也希手很热 超山碰黄之剑 下中角接乱舞 空中我们再接一个滑空光剑 升到空中没有气了 但是可以用滑空光剑接凤凰剑做取消 打最高伤害快速点到以后又上乱舞 其实小孩的克里斯目前已经晕了 晕了也要被拿下呀 第一局有点太惨了 别人看小孩下一个角色 爆之火舞 好 不知道做好防守 雅典娜的一个凤凰之剑又勾到了反身位 但是这个距离空中凤凰之剑接不住了 空中那个滑空光剑空了 没 不知道我爆气 爆气中雅典娜下腹烙暗舞 掏空啊 那这一下张云典可就惨了 因为现在小孩的布置后是爆气状态 完全可以把他给一套带走 大 对 小孩的基本功在这里摆着了 连到之后还是很稳的 烧一下 结束 来看张云典的爆之火舞 爆之火舞对爆之火舞 谁的爆之火舞更厉害 他就看一看 比一比 偏一偏 张云典先用拳脚试探 比较紧身 毕竟是小孩啊 所以说张云典打他还是挺小心的 扔上去一个烧 小孩起身之后又想山中断 烧完之后爆气了爆气之后 划铲落地白鹿之舞 我烧 超必杀忍风 烧 哎 空中一头 小孩一点血布之后连续的头啊 小孩没有血了 现在小孩的霸神出场了 这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角色啊 看他能不能像他玩其他版本那样那样猛 这个八神 这八神则是小孩的招牌角色 空投 我开场被打掉了半管血 墙反先掉 有点危险了 确实危险了 配花三世之后 他并没有接八字女 因为接了的话伤害也不高 现在抓到一个解锋 这一下可要接了 这一下要出大伤害了 但是还是不能把他给拿下 毕竟张忍兮还处于一个接近满血的状态 刚才 拉个葵花清云之后 八神可以再搞一个八正 后面接着就够百合者 还是跳C掏下盘 跳C了 距离太远呢 我的亲 后面八神还想逆向呢 那这一下八神跑不掉了 张忍兮 那倒一分 现在接着往下看 这局小孩还是用克里斯手法 张忍兮拿到一分之后 其实会不会比上一场更猛 凤凰之间反射为这局想勾 没有什么破绽 张忍兮的雅典娜 无责任用的非常好 两点三点凤凰之间 这就又反勾了 不过接C帝 C帝乱五花 反正只要逮到机会 就是照死里走 我朝杀凤凰之间升到空中 没有气的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再接大招 那么现在小孩一点点血 雅典娜 又中空中C帝的C帝三次 成全两次 松龙腿 中拳后转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 没有这脸 反而被雅典娜给吸了 这就很奇怪 很难受 你看小孩的 布置火舞吧 看来 第一局征服不了雅典娜 后面就会变得非常被动 不着后准备一套带走了 因为她暴气了 雅典娜一直用CD 弹空 两点之后逃 不着后也冲杀过来了 挑C帝 回手推 压定了两点之后 接乱舞 中间断章 凤凰之间取消 一脚贴凤凰之间 C帝反攻凤凰之间 又是一套带队的连招 最后乱舞直杀小孩的八神 看来小孩今天很难征服张云熙了 张云熙这个熟练度真的高 现在八神跳起来 挥手套 来个地坡 跳地抢红 葵花抓挠千云一直接按倒 三世带入八只女孩 中间这个讽真的八只女孩 用的很有细节 森龙取消 抓结一段 葵花又接千云一 三世带入八只女孩 一把我里的 八神开地坡 卡谢风 翻手奎花千云一可 最后又接上一发八只女孩 五十多连 把八神这个暴力劲 发挥到极致 先来到张云熙下一个暴之火 暴之后也是不好打 对小孩来说挑战很大 暴之后暴气了 圣龙直接对空 但是没有取消出来招式 只可以带入招式的上楼 八神葵花千云又按倒 葵花三世带入八只女孩 没有带 八神再来一抓 能带张云熙荒起来 八神这是 可惜 终于放针接八只女了 这下张云熙这个步骤后 要被带走了 只要小孩接起来的时候 那肯定就是一套带走的时候 就是这样了 不一套带走 咱们不出手 好了 看张云熙最后一个莉安娜 八神能不能一一敌三 进行反散 很难很难啊 张云熙的莉安娜也不是吃素的 哦 八神正向跳 对莉安娜手刀取消 反身会踢上一脚 八神又暴气了 暴气就准备机会 跳地抢空一下 八神做防守 直升龙抓泄风 哦 这招圣龙抓泄风 很少见到有人用到啊 一发超杀 看来张云熙的莉安娜保不住了 要被反三了 我的天 最后八只烧 反三了 一比一 我们下面来看第三场 第三场的话 小孩用克里斯首发 还是依然对抗张云熙的雅典娜 哦 克里斯下盘三点直接掏起 一波狂踢接下踩 下踩接后抓 克里斯又挂上挡了 嗯 失误 哇 这个失误不该有啊 高端之中这种失误是致命的 啊 幸好克里斯又抓到一套了 弥补刚才的失误 啊 中段踢到 雅典娜这局是保不住了 终于在第一局把雅典娜给拿下了 那么第二局就有希望了 这是张云熙的招牌角色 先来看张云熙的布置火舞 出场 好 现在不之后 先跳一把 克里斯也是用轻角快速点上 连续滑处推推推 哎 下踩后抓 然后克里斯再拉一套 连续滑处推推推 张云熙瞬间掉了大半管血了 啊 再套入一个中段 看来这局小孩 有望拿下 哎呀 连续滑处升到空中 张云熙就剩下一个 丽安娜了 还是满血带走 丽安娜这局就 很危险 很危险了 但是还是看好丽安娜的 因为这个丽安娜必须是暴走女神 翻盘女神 比80的翻盘率还要高 现在丽安娜需要做的是秒一套 好打 空中半月斩 一个大B 炸 打小孩感觉要节奏碾压才行 哇 又一发手头半一斩 再来一个套 用不到大B了 前面来看小孩的布置火舞 第四个回合 来了 哇 张云熙的丽安娜又是直接暴气 暴气就先套下盘 跳个CD 反身为一提 健身再来一个下青角 接大B炸 手刀半斩探空 手刀半斩探空 然后落地回手逃 想勾一拳没勾到 但是布置火舞呀 已然是不行了 这点血量 还真一个丽安娜就杀到了八神这里啊 小孩又处于被动了 这样一搞 好 八神直接暴气 准备背水一战 丽安娜将它一脚踢到八神葵花 也进行一个强反 可行 百合者之后跳地 硬踢 八神稳住 八神直上 杠C地 杠C地 掉血不多呀 那么八神再来一个跳C地 森龙取消 接地波 地波接青手 回手头 这个头抓得漂亮 后面八神 四分 四分之地血量 没有血了 大B炸 张恩西又拿到第二分 现在张恩西领先一分了 那么这局小孩能不能把比分拉平 希望他 对 不能稳住 哇 开场两个跳C 三个跳C地 克里斯的三C地啊 是折一狠的招式了 你看三C地的下血量 再加个必杀 这就大半管血 笑下去了呀 恩 雅典丹的凤凰之剑 他也是很强啊 两次C地凤凰之剑反高 这一套连过去 比克里斯感觉还要 伤害高 噢 升到空中闪光水晶波 这把有气了 噢 落地神 两点三点 晕了 晕掉以后 哦 圆柱打开 我们起身想后抓 后抓被猜到了 接着看下一个布置火舞吧 第二个回合 来看布置火舞很笨 开场跳地 滑场接上 落地飞 可以 飞到角落不着后 咱们再给他一个扔扔上去 给一个 大 赞恩西李亚迪娜被中介 下面来看赞恩西的爆制火舞 第三个回合 好 暴气 暴气肉先烧一下 其实赞恩西也暴气 暴气扇中断 这一局啊 不着后对轰 好 三个中断 角落扔一下 扔到空中 一个大 那赞恩西的利亚娜要先出了 有望把比分给拉平 二比二 因为现在小孩是有优势的 斩c空投 赞恩西剩一个 李安娜了 第四个回合 我们来看李安娜出手 好 不着后暴气 李安娜 来个能量的环 不着后啊 继续一个飞顶超主 但这样的话 啊 张恩西危险了 剩这么点血 他用飞轮做萌 然后利用这个空档时间 进行暴气 暴气就直升 大V 这下可以秒吗 大招取消 手刀取消半月斩 可以秒 三发手刀半月斩 清掉一点 接个大V秒 没秒掉一滴血 但是这一滴血 浪不起来了吧 应该 防不住了 这那个小孩 最后的八神了 八神仍然有优势 那现在张恩西 他不是蛮血 而且八神气很多 这是关键 八神这么多气 完全可以浪起来 先钢个CD 钢一发 钢CD是费两颗气的 飞花三世 回手踢 掉贼勾腿 想破防 利安娜 强反交了八神 应该是交了 交强反以后 还有生龙 哇 大生龙 大生龙空了呀 空了之后 后果很严重 一个大币就结果掉它了